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和大家主要說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有一個港獨黑暴他們居然想炸爆香港 終於被重囚 重判12年的監禁 那整件事是怎樣 港獨黑暴到底是什麽人 稍後也會和大家講解一下 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講 國安處將會落戶香港和九龍 並且會在九龍興建國安大樓專打黑暴 詳情到底是怎樣 我們未來是否得到保障 稍後也會和大家講解一下 第三件事想說就是歐樂軒襲警案 早前被判社會服務令 律政司當然是不服 便會上訴 上訴後便成功了 歐樂軒最終會被判9個星期 而法官又怎麽會這樣判 判詞到底是什麽呢 稍後文杰會和大家講一講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就是講一講一個人叫做盧逸生 這個盧逸生其實就是已經解散了的香港民族陣線的成員 這個香港民族陣線其實早前也說過 其實原來就是和梁天琦那些有關 之後又和梁仲恒有關 兩個梁也有關 亦曾經擔任這個發言人 所以梁仲恒為什麽要遇到這麽快 很大機會他跟這些案件有一定的關係 這宗案件其實就是發生在2019年7月份的時候 黑暴的時候在荃灣工廠大廈手獲了TATP的炸藥 拘捕了盧逸生 盧逸生被控傳有炸藥意圖危害生命或財產 其實已經還納了超過一年 差不多兩年 而盧逸生最後認罪 法官在昨天的時間 判了他入獄12年23日的時間 法官陳慶惠就指 考慮到涉案是工廠大廈 被告所有手機和住所裡的資料 包括全部都是關於港獨的資料 寫明是香港獨立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的一些自然眼的宣傳單章 涉及到一些炸彈案和原材料 認為被告是行動的主腦 他的目的是試圖 顛覆香港政府宣揚香港獨立 所以將他重判 法官亦說 雖然沒有證據顯示這宗案件和反修例暴動案件有關 但不能忽略同年7月1日 有大批人士在立法會裏製造嚴重破壞 亦認為法庭可以將相關事件 放在這次案件裏面的背景 可以作出考慮 因爲這案件是屬於2019年 社會暴動時發生的事件 法官亦說這宗案件 同類型案件中 被告的罪責是不下於當年 葉繼歡擁有2公斤的TNT炸役 雖然法庭說不知道涉案的TATP有什麼用途 但是由警方引爆的片段所見到 因爲警方有很多的責任 都是即時引爆 怕有什麼危險 如果拿走了 可能在其他地方爆發更嚴重 涉案的TATP就看到 對生命和對財產 受到可以造成嚴重傷害 所以法庭在這情況下一定要重判 才可以看到這個案件的嚴重性 法官又指 被告的行為根本就是向社會宣戰 對公眾包括警方造成重大潛在的危險 根據警方的爆炸品處理組的專家 寫的一個報告指 這個TATP的炸役還要是比TNT的危險性更加大 即是比葉繼歡所拿的炸役更加大 我大哥 橙皇葉繼歡的炸役都不夠你困 你到底想做些什麼呢 你不是想炸了香港他 還是想炸某一些港鐵斬 令香港陷入一個很大的危機之中呢 繼續說下去 原來TATP本身是非常不穩定的炸役 並且可以由電力摩擦等方式引爆 甚至乎自爆 所以專家也說如果是由警員去做一個引爆 當中發生了一些突發的爆炸情況 警員很大機會是會勝命不保的 所以這個案件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他所做的事也是非常嚴重的行為 法官繼續說葉繼歡也是求財 但被告是針對香港特區政府的穩定 意圖引起社會和公眾的恐慌 他的罪名其實是不小過葉繼歡的賊王這個案件 甚至乎更加大 所以最終法庭採納了葉繼歡所被判囚的18年 為這宗案件的量刑起點 因為被告認罪 所以就扣減刑期三分之一 扣減了六年 所以就被判囚12年 我覺得是 我不知道 我想他坐久一點 因為說真的 葉繼歡求財 但他不是 他的目的是真的顛覆國家 顛覆我們的政權 還有目的是有機會是無差別地去引爆 然後造成我們香港的一些無辜人民的傷害 甚至乎他可能是想炸我們的政要 這件事基本上他的罪行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警方亦都說這個爆炸品的話 其實是令到爆炸品處理科的人員 處理這些炸藥的時候是非常謹慎 因為一不小心可能是會喪命的 還有這些炸藥其實向公眾造成非常危險 強調警方是不會容忍這些暴力事件發生的 控方亦都說其實被告在這個環期間 其實是三個月之後才打算認罪 所以其實是不應該視為刑期當中可以扣減的步伐 即是不滿為何可以扣減6年的刑期 他一開始的時候其實他不是認罪 並且在7月19日之後原本被控管有爆炸品 並且還押的被告 其實我發現控方在Lock Chargers的時候 原來是沒有拿到所需的律政司司長同意書 所以在10月的時候就申請撤銷控罪 所以他不是真心認罪的 他是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他是曾經找律師去將我們的警方 說他程序有問題 令警方差點控告他不成 之後他再拘捕他 之後才再認罪 所以他基本上不是一開始的時候認罪 所以就認為他不應該這樣扣減 就算扣減也不應該扣減了三分之一 而代表被告的大律師馬維坤 就說這三個月應該可以扣減刑期 因為他還了那三個月 並且說他要行為良好 行為良好? 這樣的行為也要良好? 我不知道 所以就說坐牢這三個月可以等同復營的4.5個月 雙方的爭拗繼續在說 所以最終法官就說算了不要吵了 說真的 你那幾個月不要理他了 現在最緊急的一步是什麼? 將他還押 將他承之於法 所以視他為在2019年7月19日被還押的時候 已經當他坐牢 扣減那三個月就算了 警方也在當天拘捕他的時間 引爆了大部份的債藥 留下少部份比較穩定的債藥 來做這個情況的證供 但問題是這些債藥流入市面的債藥 是不是真真正正的現在已經清空了 我自己認為還未完全清空了 所以我們暫時來說 其實都可能是有一定的危險 所以為什麼文傑一直都說 認同我們香港的港鐵 是需要製造一些保安系統 像內地那樣 避免一些人在港鐵裏面 進行一些恐怖的活動 希望港鐵真的真的在未來日子 可以考慮一下 做一些關卡 我真的經常搭港鐵 讓一些港鐵搭港鐵的人 都可以是比較有保障 比較安全 比較安心 好嗎 我知道有很多粉絲都撞過我的 很多的觀眾都撞過我的 在港鐵裏面 不要緊要撞到的時候 隨便過來聊聊天都可以 好嗎 那說一下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剛才說黑暴 現在說黑暴的黑星 就是我們的國安署 政府在昨天的時間公佈 將大角咀海防道的一幅面積 達到11,500平方米 由兩個部份組成的政府用 就給了中央駐港國家安全公署用 用來做什麼呢 用來建一個永久的辦公室 和附屬的設施 其實國安署早前在2020年 7月8日落戶了我們香港 一開始就租借銅鑼灣的遺景酒店 就作臨時的辦公室辦事處 接著再租用北角的城市花園酒店 就做這個辦事處 然後近期就租用西盈盤的皇家太平洋酒店 即是在西環的那邊 即是西環的中聯辦的辦公室的隔離附近 這幾個地方原來都不是永久的選址 大家看到全部的地方都是香港的地方 現在國安署終於有九龍的用地 即是港九都可以遍佈得到 我很希望日後新界都有就最好 當然可能最終都會落戶九龍 因為落戶九龍才可以最容易涵蓋到整個香港 所以希望盡快落戶成功 盡快建好所有的設施 這樣就令我們更加放心 即是我們這群愛國分子 守法的人更加更加放心 而這個用地在哪裏呢 就是在南昌站公園附近 南昌公園附近 就在西南九龍分區計劃大綱裡面就可以看到了 那他有什麼附屬的設施呢 其實還未知道 可能是一些健身的東西 或者一些國安的一些其他大樓 作訓練之用 或者調查之用 都還未撐 那麼他暫時的選址 一部分的地方就是現在的水晶行動基地 其實是很方便的 有很多東西可能是不用改 那麼兩個地方夾著的中學 就是夾著一個中學 這個中學就是官立的 加到你著時中學 即是兩塊的用地 中間是一間學校的 那麼這間學校就很好 有一個很大的保障 我是很想國安在我阻礙 那麼我是更加得到更加大的保障 那麼當然可能 或者讀書的一些黃絲黑暴那些家長 就有機會要反對 那麼到時候這件事不容他反對 這件事政府已經是做了 那麼希望可以看看我們的國安處的進度 到時候是多少時間才可以是有機會是落成的 這樣也可以拍一些片給我們公眾知道 裡面有什麼設施 其實公眾都對國安的工作 國安所所有的日常生活都很好奇 希望未來日子裡面可以了解和知道得更加更加多 那麼我們說一下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歐樂軒 歐樂軒早前就用在前年2019年7月7日的時候 在旺角衝突期間就用麥克風打敲打警員 這件事其實早前就被判了他兩項的襲警罪罪成 但是兩項的襲警罪罪成 他都只是判14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而已 所以是非常非常之不公的 第一件事就是敲打警員 第二件事就是用大聲攻對著我們的警長叫 令到我們的警司 令到我們的警司高震邦已是非常之痛 並且受到傷害 這樣的襲警罪罪成兩個襲擊警務人員兩次 兩個警察都只是判14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當然不行 所以律政司就翻案上訴 最終三名上訴庭的法官也是把歐樂軒改判 入九個星期 而在昨天的時間就頒布了判決書 強調警員正正是法紀和治安的代表 所以襲警是不僅傷害有關警務人員 亦都衝擊著我們警察所代表的法紀和治安 除此之外 歐樂軒還在警方揭力去執行職務的時候 還要罵警方是死黑警、偽俊仔等 同一時間他一些用語是鼓勵到 有機會鼓勵到他旁邊的人施責過 而且事後他沒有和我們的警方致歉 是一點誠意都沒有 所以就是把他判刑 這次上訴是誰人提出的 就是我們律政司司長提出的 接著這次有什麼人審呢 就是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 上訴庭法官彭偉昌和袁仲庭法官彭寶琴一起共同處理 法官在判詞裡面說 維護法紀和治安對香港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警務人員就代表著治安 現在法官也認為 就是按法時正正香港經歷串連的 持續的嚴重的暴力事件 當中有很多人想著和平示威 但是其實去到後來的時間 全部都演變成為暴力和非法的襲擊 甚至乎暴動 雖然沒有證據說 按法旺角的大型島路和暴力 就是和歐樂軒有關 但是他其實也是參與了在裡面 所以其實歐樂軒在警方 揭力阻止施襲的時候 居然就是襲擊警務人員 這些行為是不能夠接受的 官員也說歐樂軒在前線 懷有惡意地短時間內 分別襲擊兩個警務人員 並且明顯地阻礙警方執法 加重刑罰的話是應該的 非常之應該的 而且歐樂軒在趁高震方 處理傳媒的時候 走到他耳朵旁邊 用大聲弓揚聲器大聲叫囂 甚至乎再三要求他停止 他也不停止 不肯罷休 可以看到歐樂軒的行為 是毫無道理可言 雖然我們的高警司 所患的急性的聽力損失 不是一個永久性 但是也不能說 這次襲警的罪是輕微 和傷害輕微 是非常非常之嚴重的 代表歐樂軒的大律師彭耀雄 繼續說 弄大聲弓揚聲器 只是想用來吸引警員注意 但是法官認為 無論是袁仲庭的裁判官也好 哪一個人也好 這樣的說法 其實是牽強多一點 真的很牽強 你說吸引警員的注意 有誰不注意你 全部鏡頭都指向你 你用不使用揚聲器去襲警 然後又說 不是襲警 是吸引注意 當然是不行 判刑方面是怎樣 法官認為 原仲庭沒有達至有效的懲罰 以及有效的阻嚇作用 所以就是監禁他 就是要判監 雖然歐樂軒說 第二天就當自己犯錯 道歉 但是他從來沒有為他的行為 向被施襲的警員道歉 其實他的道歉是沒有真心 沒有誠意的 加上社會服務令的報告 也顯示歐樂軒只是對家人 作出一個覺得羞愧的動作 並不是向受襲者道歉 所以就談不上真誠的道歉 所以法官裁定 袁仲庭的法官原則性出錯 判刑明顯過輕 所以判他十二個星期的監禁 作為一個亮言起見 考慮到歐樂軒已經完成了大部分的社會服務令 所以就著情扣減三個星期的應期 就判他起碼要坐九個星期 歐樂軒現在終於可以坐牢 也有一個剛才所說的黑暴坐十二年監 未來日子內戴妖 肥佬和河童這些人 最終要坐多少年監 應該要十年起跳 到底他們未來日子內坐多久 大家買好花生買好香檳 未來日子內大把有得大家慶祝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他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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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